愤怒抗议包围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关底 和警方爆发推挤 这群以色列示威民众 痛批纳坦雅胡政府无能 以罢局势才会虚控 来到台拉维夫 人质家属也聚集起来 表达不满 第六度担任总理 纳坦雅胡靠着打国安排上位 结果以色列还是被哈马斯攻击 频道显示高达七成六 以色列人希望纳坦雅胡下台 也有将近一半民众 认为哈马斯攻击 他该负最大责任 不知国内 纳坦雅胡在其他中东国家 更不受欢迎 土耳其挺巴勒斯坦示威 一大群人想闯进当地美军基地 遭到距离 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外交上支持以色列 但压不住人民的示威潮 法国巴黎第一场警方批准的大型挺巴示威 就吸引将近两万人上街 而在以色列最大金主美国 白宫外出现巴勒斯坦旗帜 要求拜登政府别再力挺以色列 轰炸加萨人 而和以色列的关系本来就不密切的国家 更没在客气 国内国外压力 纳坦雅胡政府腹背受敌 但更让人担心的可能是经济 早早打预防针 告知国民战争恐怕打很久 以色列经济学家报声称 以国财政部估计 如果和哈马斯对抗8到12个月 以色列损失将高达2000亿席克 大约台币1.6兆 相当以色列一成的GDP 而且这还只是乐观估计 不考虑黎巴嫩或叶门加入战局 其实早在开战两个多月前 专家就警告 以色列经济因为一连串动荡 面临危机 现在开战了天天多烧 大约台币80亿军费 还有超过30万劳力 去当后备军人 劳动市场跟着石横 种种经济坏消息 信息机构穆迪已经考虑将以色列信用平等降级 美国标态挺到底 不会没钱给军员 国际能源价格目前也没有大波动 未来经济冲击 还很难说世界各国密切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